叶南天大喜 我就知道云霄公子是靠得住的人 李云霄冷哼道 少来奉承我 不过是天下新王匹夫有责而已 延武城没有通往华神海的传送阵 我调派几人到圣域来一并出发 叶南天道 华神海已经封锁了圣域传送过去的通道 我们要么从圆道过去临时劈开虚空 也应该在华神海附近出来 要么从离火树不叶城最近的黎光城过去 但多半审查会变得极为严格 李云霄想了一下 还是从刘光城过去吧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冲过封锁直入华神海 走圆道的话风险极大 鲁聪子此人学贯古今 有惊天伟地之才 若是在通道内做了手脚 我们就麻烦大了 好 便依你所言 刘光城会合 叶南天当即下了决定 本亭峰大人 你立即调派人手 并且将圣域内可以控制的司长都喊过来 让他们召集人手 一并前往华神海 奔廷风皱眉道 可是这天下第一比武大会 必须有人看着 也要有强大的实力坐镇 现在圣域本就是真空了 若是再将剩下的人调走 我怕 叶南天脸色显得不悦 哼道 原本举办武绝也无可厚非 但围青和公阳正起都不在 就古怪无比了 现在顾不得这许多 铲除华神海的魔修要紧 还是武绝要紧 将所有能用之人全部调集过来 李云霄道 要拿下华神海的确有难度 就怕伤及大量的数量师 对天舞界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而且古魔警当中 现在是怎样一番景象 谁也不知道 希望玄力岛能够多派一些人手 叶南天道 此事岛主大人十分重视 这才派了我和浩峰前来 岛上能够调集的高手 打得到了 李云霄没带微醋 能够调遣的 什么意思 难道玄力岛 还有你们无法调遣之人 燕南天道 有许多强者进入玄力岛后 就一直闭关未出 有的则是封印了自己 此时都需要有人去唤醒他们 李云霄说道 这次去华神海来了多少人 整个玄力岛又有多少人 奔亭峰在旁听的眉头一皱 觉得这问题非常唐突了 其实李云霄也知道有些冒昧 但他非常想知道 毕竟玄力岛的实力才是这一界内拿得出手的最强战力 燕南天微微一笑 这个数据别说我不知道 就算是岛主也未必知道 这些年来有多少人进入玄力岛应该是有统计的 但很多人在闭关或者封印自我期间 抵挡不住岁月的流逝 直接陨落的也是大有人在 至于这次去华神海的人手 算上我和昊峰一共有三十人 其中虚极神境五人 掌天神境九人 剩下的皆为归真神境 李云霄大喜 府长笑道 二十四位神境强者 别说平掉华神海 就算是平天下也足够了 你真的这么乐观吗 燕南天忧心道 据昊峰所言 当日鲁聪子一人就放出了三十六头十方凶魂杀 这可是三十六位归真神境的存在呀 李云霄白了他一眼 那又如何 还不是被昊峰大人一刀就给灭了 况且那还是在永生之界 不受戒力压制的情况下 华神海中 魔头都受到戒力压制 实力大打折扣 我们可是有五位虚极神境的存在 更有南天大人和昊峰大人 这种巨造化境也就一步之遥的存在 若是这样都压制不住华神海的话 将来两界通道打开 群魔降临 我们还有活路吗 燕南天点了点头 你所说的也很有道理 打消了我许多疑虑 毕竟你和鲁聪子有过数次正面交手 又两世皆为华神海的名誉长老 对其内的情况比我们了解 由你为首组织这次进攻是最好不过了 啊 我为首 李云霄愣了一下 慌忙推辞道 使不得 当以南天大人和昊峰大人为首 否则领导上绝对会出问题 那些老怪们怎么可能听从我的指挥 奔亭峰也是惊恶之下 微微点了点头 按道 这李云霄还算拾去 没有昏了头 燕南天笑道 你所虑的也不无道理 那还是采用联合的形式 双领导 我带领旋梨岛和圣域 你带领天舞盟 李云霄点了点头 如此甚好 我现在就传讯回去 离光城会面 说完 李云霄便转身而去 化作顿光 消失在天空上 叶南天 看着他离开后 对奔亭峰说道 迅速调集圣域人手 留一两位巅峰五弟 坐证圣域便可 其余之人 接随我去化身海 是 奔亭峰领命 立即下去执行 李云霄在圣域又逛了几圈 并没有发现孟武的踪迹 甚至又去了一次碎云天川 也不见踪影 怕是已经离开圣域了 他叹息了一声 现在最为挂念的 便是花千术和杨迪 还有孟武 孟白姐弟 好友玄化和柳飞烟 但欲速则不达 只能一件件的将事情理顺 至少现在孟武孟白 在围青的身边没有危险 而且实力提升迅猛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花千术的事也拖了这么久了 无法急于一时 杨迪 玄化柳飞烟 才是当务之气 私定后便立即施展密法 传讯回延武城 自己则去藏书楼找到盘毅 一并前往黎光城 盘毅非常不情愿 直到李云霄说 带他去看真正的巅峰强者决战 他才依依不舍地随之离开了藏书楼 就在此时 北域的一座繁华小城 人来人往 川流不息 城内多是富甲人家 往来街上穿着珠光宝器 舞者的玄气上 镶着各种各样的宝石 无一不透着富贵气息 街边的小铺子里 各种丹药和玄气琳琅满目 让人眼花缭乱 整个城市就像是一个巨大的 数量物品集散地 充斥着繁华富贵喧闹和浮躁 这里便是距离华神海最近的一座城池 虽然天下各地都有直接传送去 火树不叶城的传送镇 但不叶城内各种规章制度 十分苛刻严格 一丝不苟 所以并非所有人都喜欢 反而是离光城里 这种散漫和喧闹的环境 吸引了大批舞者和商骨 离光城是依靠着不叶城 而繁华的小城 就像是不叶城的影子 但每天的交易量 却不在不叶城之下 甚至许多酒街的玄气和丹药 都会流通在离光城内 在人群当中 有一对男女 闲散地逛着 目光懒散地四下张望 好像对什么都不上心 又好像什么都想看上一眼 男子面色枯黄 国字端庄脸 浓眉大眼 穿着一身阔气的衣裳 女子则是青纱蒙面 但腿粗腰肥 任何人扫过一眼之后 都不会想看上第二眼 两个人就这样悠闲地逛着 似乎在享受生活的乐趣 突然人群前方传来一阵躁动 似乎出了什么事 惹得两旁交易的舞者都停了下来 将目光投望过去 到底是怎么回事 北面似乎有人打架了 好像动静还弄得不小 北面 北面可不是商贸区啊 怎么会有人打架呢 而且黎光城的执法队 可不是闹着玩的 对呀 我听说黎光城里的贸易 许多华神海的大师 都有份额在内 所以执法队也是手去一指 并不比那些超级势力的力量弱多少啊 有消息过来了 好像不是打架 听说是传送阵被毁了 整个黎光城的传送阵都被毁了 这 这怎么回事 怎么可能 各种震惊的声音不断传来 越说越确切 看来的确是传送阵被毁 而且好像还不是一两座 似乎整个传送区域都受到了重击 那一对男女站在人群内 两人互望了一眼 毛子当中都是闪过惊骇之色 女子拉扯了一下面纱 将鼻梁也遮住 轻轻地传音道 哥 不会是他追来了吧 男子的浓眉皱了一下 又舒展开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也许是吧 但黎光诚是我们的生之地 绝不会错 即便是他来了 也只能躲在这 女子传音过去 那风要离多半 也能算出我们在此 所以怕我们逃了 先是把传送阵给毁去 接下来就是要梦中捉鳖了 男子传音道 好在李光诚虽然不大 但靠近华神海 而且人数众多 武力超强者也不少 他除非杀戮屠城 否则一时半会儿 很难找出我们 女子似乎有些担忧 那你说 他会不会杀戮屠城 这 男子愣了一下苦笑道 你这么一说 还真有可能 这个人就是个疯子 而且是一个没有人性的疯子 自己的国家都可以炼化掉 何况是区区一成 女子担忧不已 若是因为我们 而连累了这么多无辜的人 那我们如何能心安 男子的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眼里闪过焦虑 男男自语道 生机啊 生机 这一线生机到底在哪呢 难道 要等华神海鲁聪子 来救我们不成 不好了 杀人了 突然从北面传来惊天惨叫 顿时哗啦啦的乱成一团 大批的人开始从北面逃窜 这一段时间